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今天一直到晚上的八点半 我们都还是处于高温警告的情形下 所以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一方面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 而在ERCOT我们晓得在德州的电力委员会 已经发出了呼吁要每一位我们德州的民众一起来节约用电 避免因为如此高温那么多人一起用电 而温度又那么要把它降下来降到比较低 所以电力负荷将会超出原来的预计 那么就会出现断电的影响了 这种断电的情形一般如果在90度 这个还好还行我们都还可以很很easy的过去 但是朋友们105度今天的高温到102度 这么高的温度想要轻松的过去 生活没有冷气没有空调的情形下 这大概是不可能的 所以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在这一方面都要特别的注意 一定要特别小心 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 我们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在用电方面 在今天的话从下午的2点到8点这6个钟头 也是用电最高峰的时候最热的时候 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大家一起在室内的温度 希望能够稍微往上调一点 我们如果在室内人我们可以调到大概78度 80度 我相信如果大家一起做 可以为我们整个休斯顿的电力危机 一定可以缓下来 所以希望朋友们特别的注意 这个是在今天一开始就要再度提醒大家 虽然美军的local news也提醒了朋友 那么我们在早上的新闻当中也提醒大家 现在仍然还是一件重要的讯息 要在这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 所以在这如此高温的情形下 再次也呼吁大家小心谨慎 要多补充水分 而且如果你有宠物 千万在一直到下个礼拜 到下个周末都不要在高热的时间 就是差不多早上11点靠近中午 一直到晚上的7点这段时间 别放他们到外头去 除了上厕所 就让他们进来 另外一定要给他们准备足够的饮用水 因为如此高的温度下 没有足够的饮用水 或者你放他们在户外 那个就真的是性命堪忧了 希望大家都要注意 另外也看到就是休斯顿市的市长 Turner 他同样的也要求就是市府 员工要准备 各部门要准备 万一断电的话 要对市民提出的协助 所以如果说你家 你的居住 不论是在 你是在City of Houston 或者你是在Sugarland 在Fortbank地区 如果你家断电 没有办法 这个供电使用空调 你可以到不同的地区的Shelter 避难所 这个叫做避暑的地方 避高热的场所 可以到那里去 这里是由公家单位所准备的 提供给所有需要的市民们 在这种情形下 可以去使用避暑 然后躲避 这样子的高热 所以也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 那么你在Houston 或者你是在Sugarland 到底在哪里呢 你都可以打电话 到他们的City去查询 或者打311去查询 好 接着我们在新闻方面呢 继续往下 就要看到的就是在英国了 英国的首相强生 在今天拒绝表态 支持任何一位要争取 角逐首相职位的保守党竞争者 他是在7号 在党内同志的压力下 宣布辞去保守党的党魁 但是呢 会站待首相的职位 一直到接班人选出 不过呢 在今天 他是他辞职之后 第一次的公开露面 到目前为止 我们晓得保守党 已经有11个人宣告 有意参加约党魁这个之争 在保守党内预期 今天稍晚就会确定 党魁选举的时程表 而英国首相的角逐战 也即将要登场 强生则拒绝表态 支持任何人选 在目前 他没有任何一位 他表态要支持的 另外呢 也看到呢 这是在英国的 这个经济学方面的分析 全球晶片制造业 在极速的繁荣之后 现在景气正面临着 急剧下坠的风险 它的原因还包括了产能 快速的扩张 需求反转下降 还有多国的政府 大力干预等等 从2021年智慧手机 汽车到飞带 各种产品都因为 半导体的供给短缺 使得生产备受干扰 在现在专业的数据也指出 去年全球晶片业的营收 总额增加25% 晶片业者的股价因此大涨 全球各大晶片厂加速 扩大他们的投资 现在看来 各类晶片需求反而是 遥遥欲坠了 包括了三星也表示 今年它第三季的营业获利 就会停顿 经济学人说 供给面的利空之一 就是现有的晶圆厂 在去年扩大产能 新的产能预料在2022年底 会投产 到时候会出现生产过剩 所以才会有 现在全球晶片制造业景气 面临急剧下坠的风险 好朋友们带给大家 这是在今天我们的五件新闻 湖美剑为朋友们翻译编辑播报 谢谢收听 休息前再度提醒大家 先把电话记下来 电话是832-388-3378 832-388-3378 这一家是很有规模的食品批发公司 现在要把这个业务要继续的扩大 现在已经整个德州都在他们的服务范围 现在要扩大 更为扩大的话 看起来要跨州去服务了 所以现在要征聘一名办公室助理 非常优渥的条件 薪资优渥 而且你可以选择办公或是全职 他们不需要你一定有经验 因为他们公司可以提供培训 如果你没有经验 他们还可以把你培训为 他们真正需要你的服务的方向 工作的态度 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好的机会 另外对于家里边有大学生 现在想要找intern实习的机会 这家公司提供你 不管是CPT OPT的机会 也可以协助申请H1B 所以非常强的一个吸引人的地方 那么建议大家不要其忽 他们要求的条件就是 你要能够有沟通 然后你要能够讲基本的英文 再来你对于office的software 这一个文书处理的电脑的 这一个软件 这个程序你有基本的了解 我想这都是我们基本会做的 如果还是大学生 那么office的software 一般人还比不上他们熟悉 他们不但懂office 还有powerpoint 哎一大堆excel通通都在里边 所以这一个机会难得 一定要赶快把握 不要轻忽 电话再次提醒您 832-388-3378 请朋友们直接打电话联系 先在这里 祝大家好运 好吧 祝你好运 好 这就是带给朋友们 在我们今天的五件新闻 后面今天为大家编辑播报 谢谢收听 休息一会儿 朋友们接下来的节目 别错过了 也快收听啊